见到这些题目 首先要知道 如果是sine或者cos 加减90度或者270度 sine会变成cos 而cos也会变成sine 你可能会问,tangent呢? tangent我们会变成1除tangent 知道这些题目未完 还要知道一个 好像是xy固定 这个叫做cast a stands for all c stands for cosine s stands for sine 这个就是tangent 好,在a的area里面 所有的数都是正 sine呢 就只有sine才会是正数 其他tangent或者cos都是负数 同样,这个tangent tangent的角度才会是正数 cos才会是正数 好,这个是0度 90度 180度 这个是270度 可以变成36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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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知道这些 其实这些就是 让我们用来决定它的正负 好,譬如第一个字 sine 90度 减φ 第一个字 加减90度 我们sine 会变成cos 先写cos 90度 其实就可以写φ 我们减了 好,接下来决定它的正符号 正符号 如何决定呢? 看中间符号 看微转之前的 sine 90度 减φ 90度减φ 就是这里 它是all的area里面 所以它一定是正 好,第二个字 cos 360度减φ 大家知道 我们是90度 或者270度 才会转的 这个不用转 只要写cos 360度减φ 360度 减φ 即是向270度的方向 移动 它在cos 的area里面 而这个本身是cos 所以这个也是正cos 就是sin 然后第三个 tangent 90度 加φ 加架90度 所以 就要把它变成tangent 一除tangent 好 这个要留意 90度加φ 90度 加一只角 在sine的area里面 但是它本身不是sine 而是tangent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加一个负号 好 那我们将这些90度架φ 360度加φ 把它变成θ 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整理 这两个cos φ cos 二次φ 乘负1的tangent tangent 就是sin θ 除cos β 一除 就是将这两个调转 不要忘记有个符号 就是cos φ 除 sin β 好 最后把它整理 就是答案 cos 三次β 再over sin 这就是simple 排除答案